今天两周收入一万多的时候真的挺开心的 因为是通过自己的想法和努力获得的 做护士接近两年 因为个人原因选择盖行 身边的人都在问我 真的不打算继续在护理行业里待了吗 放着稳定的工作不要 选择开店是不是想不通 其实从事护理工作的姐妹都知道 护理真的很熬人 而且对于我来说考编不是唯一的出路 希望大家不要学我 跟自己和家人做了一段时间斗争后 决定辞掉医院的工作 以此偶然我注意到水果这一块 那天我熬夜研究了一夜的下单小程序 第二天就去了档口考察 鼓起勇气开始了第一步云摆摊 就是降低成本 实现了水果自由这个小梦想 小程序上下单送货发快递 我也是第一次做 当时特别怕出错 没有分类好导致顾客的不方便 比如送货 没有规划好路线 会绕很多路 造成了时间和成本的消耗 最累的就是熬夜完了之后 第二天我还要去进货 年前那段时间 主打了一波车离子 无论是价格还是口感 得到了很多顾客的好评 一个差评都没有 当时觉得再辛苦也值了 看见两周收入一万多的时候 真的挺开心的 因为是通过自己的想法和努力获得的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开店 我要卖好多水果 一定要货比三家 可能昨天这个档口的品质好 明天可能另一个档口的品质好 而且还跑了好几个城市 对比水果质量 吸取当地水果店的僵硬模式 也会补习各种水果的选品技巧 但一定不要盲目和冲动 这就是为什么 我不是选择当时旧开店 选择了云摆摊 做了三个多月已经有四个群了 近两千名顾客 在团购软件当时做到了地区前五十名 希望以后可以进前十 接下来我们又去了青岛考察市场 我们到了地方直奔水果档口 也收获了很多货源 为三月底开店做好准备 长期风险的话 我知道未来一定是乐观的 因为我们这个城市 这种模式还是挺少的 好吃的东西肯定是不会缺少顾客的 几个月前 我一定是不会想到我会辞职 也没有想到我会开店 而且还是水果店 在另一个领域 学习了更多的知识 我以前还是蛮涉恐的 现在处理人际关系也更轻松了 虽然辞职了 但是我还是很羡慕 陪业务工作者 他们真的很辛苦 很多不同职业的网友 都来给我加油打气 评论的第一条 他们说我耐不下性子了 朋友 评论第一条 看新闻 这些个做小生意的就没赔钱的 而且都发大财 似乎要解决什么压力呢 就是解决就业压力问题 没有就业 你都自己去做生意 做老板吧 听着挺优人 巨大的坑 重要的事情说三万遍 千万别开店做生意 对吧 你还不许躺在家里躺着了 前段时间好像也上了浪浪热搜吧 一个人在英国做护士 塞了他的工资条 然后呢 他的休息 做些时间 好像挺非常舒服吧 应该预售几万块钱 好像一个月下来 他没有干几天活的感觉 工作时间很短 那有生活 开小店 哇的天呐 你就完了 你就完全奉献给你的生意吧 重要的事情说三亿遍 千万别自己住个门店做生意 千万 爱信不信 简直说 小店 词 优费 感谢观看